這個this呢 來這個this這個字啊 它有away 有遠離啊 分離離開 也有not的否定字意思哦 有not的不要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我們都用來解釋哦 如果我們取了not這個字 如果我們取了不要這個字來跟mit合在一起 dismit就是表示沒有要送出 我沒有要送出哦 not sent 不打算送出 不打算送出角色是怎樣 你要解除 我要解散 我沒有要送給你 解除掉了 解散掉了 那如果是用away這個字意呢 away是離開 送離開了 打算把他送出離開 把他送出遠離 就是有隔除 我要把你送走了 你不要再待在我們公司囉 請你要把你send away 我要把你這個人送離開了 就是隔除了 我要秉除你 所以這個字呢 dismit這個字有解散 有隔除秉除的意思 好 那我們給你一個例句 好 這個dismit這個字有隔離 隔除解散 例如說 Our English Teacher 我們的英文老師 總是會dismissed the class 他總是呢 會把這堂課 提早做解除 dismissed 他不會再送出了 他老師沒有要再打算送出其他訊息給我們了 這堂課就在這邊結束了 叫dismissed 老師打算解散 解除這堂課 叫dismissed the class before the bell ran before the bell bell是終聲 ran 響起 總是在終聲響起之前 老師就會dismissed the class 就會結束這堂課 結束 解除 解散 用dismissed 好 再來最後一個字哦 如果我們把這個missed 我們剛剛前面學到的mit 老師剛剛說 語音的轉換 在英文的語音轉換上 t這個字母 t這個子音的發音跟s 是接近的 當接近的狀態下我們可以轉換 所以mit也可以寫成miss 不管是mit或miss 他們的英文意思都是有發出去 發出送出拋直的意思 都有send就是送出 好 所以miss跟mit都是有送出的意思 再加上ile就是可以的 它是一個ile 這個是一個形容詞字尾 可以送出的叫missle 那missle這個字就是我們的導彈哦 飛彈 飛彈可以發出去的飛彈 可以送出的可以拋出的叫missle 這個missle其實也是有跟mit 這個送出拋出直出 這個字跟是有關的哦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emission 講了這麼多我們回到了emission 什麼是emission 來這個e是出去mit miss或者是mit miss或者是mit都有送出 所以送出去emission 把東西給send out 送出去的狀態 這叫排放 好聽說呢 有一件事情have been proved 這個prover叫做證實 加上n是它的pp 叫proven 有一件事情已經被beimproven 有一件事情已經被證實了 什麼事呢 各位可以看到that後面加紫句 有一件事情已經被證實 that the driving hybrid driving hybrid driving hybrid cars can cut vehicle emission 好有件事情被證實 就是如果你願意driving hybrid car hybrid這個字叫雜種 我們在上一個單元有看到對不對 hybrid這個字啊 它是來自拉丁文就是雜種的意思哦 有混合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願意開這種有混合車 油電混合車叫做hybrid car 願意開駕駛這樣的油電混合車 可以幫忙cut 可以幫忙減少vehicle 汽車的排放量 汽車的排放量叫vehicle emission 汽車的廢氣排放 這個排放就是emission emission 好就像這樣子 像工廠的排放量 這個工廠 emission of factory 工廠的排放 汽車排放量 汽車排放就是vehicle emission 這都對空氣不太好 對人體身體健康 大自然的生態都是有害的 再來第八個單字叫energy energy 這個字應該國中就有學過 是一個能源 它可以是指能源 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人的精力 我們身上的能源就叫精力 energy the shortage of the crude oil has created an energy crisis the shortage 這個short這個字本身就是短的嘛 S-H-O-R-T 這個字是短的 加上age名詞字尾 短缺的the shortage of crude oil 這個crew就是沒有經過修飾的 未經修飾的叫crew 那crew oil就是未經修飾的油 叫原油 原油的shortage 整個原油的短缺 已經create 已經造成了一個叫energy crisis Crisis是危機 能源危機